五十九 事业之强者 面逆境而伏哪 欲难而迎之于永 伏聚此理 自当弱者之流 事业贵冠非弱者所想 事法居无常瞬息万变 故非人所信守卧之 赦若成业 君子所见百丫福内可也 凡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者 被称为强者 作为一个强者 在身处逆境的时候 他是不会妥协的 在困难面前 往往是奋勇而上 迎难而尽 克服困难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假使不具备这一点的话 在实践中 不是这样作为的 自然就是一个弱者 而不能称为强者 不管是哪方面的弱者 都不能享受 事业成功的贵冠 因为 事件上的一切法 及事件上的一切事情 都是无常性的 顺习万变的 所谓无常 就是说 都不是如如不动 一成不改的 而是随时随地 在顺习变动 因此 就不是一个人 所能随随便便 信守就能把他握得到的 因为 他在变化之中 更何况 还有各种各样的竞争 所以 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信守把握 因此 假使我们要成就一项事业 应该首先抱着 克服种种困难 而不妥协的精神 有了这个决心 自然就能成为 事业的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